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 同時也是正在梗花廊展出的 如鬼野牛做夢 張宏圖各展的專案負責人仁凱 哈囉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我旁邊 另外三個格子的語談人貴賓 一起在線上跟大家聊一聊天 然後談談創作的部分 那在整體的活動正式開始之前 我不免俗的得先介紹一下 各位貴賓 首先第一位是我剛剛提到 正在梗花廊展出的 如鬼野牛做夢展覽的代表藝術家 張宏圖老師 大家好 老師嗨 張宏圖老師他目前正在 紐約居住工作 那其實梗花廊跟老師合作 也非常多年了 只是這次非常的可惜 因為COVID的關係啊 沒有辦法要到老師實體來畫廊 跟台灣的朋友們 粉絲們見面 所以畫廊這邊呢 就特別安排了這場直播 讓老師跟台灣的朋友們 有一個機會來合作對談 那剛提到紐約 那其實今天的第二位主長呢 也是在紐約 跟宏圖老師相遇 然後一起製作 接下來大家看到這支紀錄片 在路上 Before He Start 我們的導演 方欣 大家好 方欣 方欣呢 他是一位紀錄片導演 影像工作者 那其實差不多是在2017 2018年的這段時間 方欣就邀請了宏圖老師 一起製作了 接下來大家看到這支紀錄片 那這支紀錄片呢 非常特別 就是有承載了老師製作了 現在畫廊展出的 這個野牛漫步 白身Roming系列之前 的他一切的心路歷程 然後也有很完整的 這個深入的訪談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紀錄片裡面 看到非常多 老師關於藝術史也好 關於自然也好 關於整齊 整體生活中 遇到的政治環境的一些想法 那待會放映結束之後 我們也會進行一系列的對談 讓大家聽聽看 導演芳欣啦 宏圖老師啦 不管是在這個紀錄片 的鏡頭背後的一些想法 然後還有老師 對於新的系列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那大家在觀影 或者是座談的過程中 如果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在你可能現在 在YouTube啦 在Facebook啦 你在下面聊天的部分 愛我們的話就送愛心送夏涼 然後如果是對我們有很大的誤號浮出來 你就把你的問題寫出來 那中間我可能有抓到一些機會的話 我就會提出來請導播把問題丟給我 我就問三位語壇人 那我剛剛還沒有介紹第三位語壇人 佩妮老師 他現在正在雲端訊號輸送的路上 然後晚一點佩妮老師出現的時候 我會再介紹他 那接下來就先讓我們 享受一下25分鐘的觀影的時間 那一樣大家請不要在中間任何的時候拋棄我們 因為我們在活動結束差不多12點半 以前我們會抓大概半小時的QA時間 那到時候在會有導播這邊把問題丟給我 然後我們三位語壇人會一起跟大家來做分享跟解答 大家待會見囉 拜拜 你若然想法大畫的話 跟爺爺一起畫 好嗎 好 我跟爺爺一起畫 好 我可以爺爺一起畫 不要說話不要 不要說話不要 吃虎了 這個,這個, I told you. 《北美野牛》這個系列 我有些構圖了, 有些個想法甚至構了草稿 甚至畫了大的顏色稿。 但是,去年十月份之後, 最近又去了一次, 六月份還要去, 十月份還要去, 因此我想把這個系列 當成一個長時間的, 一個比較大的系列。 《牛》的這種前夕, 我覺得跟人的前夕是一樣的。 二百年前, 印第安人可以隨便到美國來, 對他們來說, 它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這些牛也一樣。 去年十月份看到白森, 和我十月份之前看到白森, 中間相差差不多六十年。 這個。 這個好看, 真的太漂亮了。 這六十年的時間裡面, 白森沒有什麼大變化, 我的變化非常大。 回來以後呢, 我就問我自己。 在美國看到的牛, 跟我小時候看到牛的這種感受的區別。 作為一個在美國三十多年的藝術家, 我對北美的動物的感受, 已經和我在中國的時候不同了。 有這麼一張。 這也是我媽給我留著的。 這時候寫著打油絲。 覺得我自己像小鳥一樣, 但是在汽油桶裡面, 生活了一輩子。 現在呢可以氣筒而飛了。 1980年元月, 我是八十年出來的。 其實是最壓抑的時候。 感覺在不出來受不了了。 是開了就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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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對我的人生觀呢, 對我對世界的看法, 對一個領袖的看法, 影響非常大。 剛開始的時候嘛, 1966年, 我也是二十幾歲。 我也是九十年, 我覺得我鍛鍊你。 用熱情, 容易被啟發起來。 肯定是和蓉靈算過來吧。 當時覺得革命, 永遠是正確。 因為革命就意味著改變。 我們就希望改變。 當真的年齡你會覺得 很多事情都不溫意。 六六年九月份的时候 又是所谓这个 红海洋破四旧的运步 批判旧的文化 旧的思想 旧的风俗习惯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面 收集对联 举个例子吧 像是中后传家者 诗书记事长 就这一类的 我觉得这属于 风电主义的东西 就收集来准备批判 我看到几个小孩 他妈有六七个七八个 用绳子拽着一个 大约五十多岁人的脖子 把这人在地上拖着 而且喊着口号 说打倒资本家 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毛主席教教我们 革命要靠自己 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路和旧社会再不好 人家知识分子 还能得到尊重 等到66年的时候 知识分子都在没有 得不到尊重 红与民可以进行 尽一切的可能性消费 你眼看着 这一个人被打死 就在你眼前 你能不能管 现在不用说 你告诉他的话 那么你就变成被打得更像 我和我们一代人 也都有落入 大概八月底九月初吧 有一个是我们系的 陶瓷系的一个老师 在公寓楼房间里面的 暖气管子上面 自己上吊 我记得三个同学 中了一个 到老师的家里面 去把他从 把他从那个 把他从那个 把他从这个解下来 为什么你这么尊重 那个老师 把自己吊死在自己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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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灰的红灰的 因为我觉得在外头 没有人知道你的书生 立刻踏出去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的书生 立刻踏出去的时候 我长有点时间 我不考虑中国的事情 我也不关心 我更多地考虑所谓 就纯粹的艺术 考虑更多的是 怎么用抽象的手法 来表达我的情绪 和政治没有关 我开始毛泽西的原因就是六四 你作为政府去杀自己的学生 就是屠杀 你动用军队 命令坦克到天安门广场去 这就是屠杀 六四之后 我觉得我还必须做些事情 我也不可能不唯一过去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动力 第一次就是用剪刀 剪毛指的相 做clutch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犯罪感 后来我把它当作一种心理治疗了 你要想去掉这种恐惧感的话 对我来说 唯一的方法 就是继续做 做了有一天 我麻木没有改变 我想做的 我想怎么做怎么做 我也就解脱了 我确实是感觉 我对于用毛的形象来做我的作品 不但没有恐惧感 相反呢 我觉得 怎么讲呢 开始重复了 你说不需要重复 做着 你想想看 苹果 跟她说 有小意思 自己 不信 再变成 你 在美国住这么长时间 三十多年了 而我的生活 永远不可能 把我中国的生活背景 和中国生活经验 把它忘掉 因此这种混合的状态 一直存在着 在北面野牛 是有这个代表性 但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代表 一個美國的文化 更多的代表一種力量 一種不可跟大地分開的一種力量 所以我可以看到一個零的天然 零的天然可以看到 在那個零的天然可以看到 很小的地分 很小的地分 就這樣我可以看到 那些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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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就是剛才以往下 就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如果有個零的零的零的零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了 讓我們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术师本身他给了你一个去学习去开脱你思路的一个可能性 同时他也可能束缚你的手脚 所以怎么样能够使这种打破这种束缚 其实就是试图回到童年状态 你这不是画画的 你这里给我打水仗 不行不行 你要救我 我应该接着呢 帮我去那边 好 跟我孙女一起玩的时候呢 从他那儿学了很多东西 你对自己的自信 这种做作品的快乐 我觉得当你没有对和错的限制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出一种解放的和自由的状态 我说不定是有些人的手脚 如果你们在那儿学校这些东西 你能够知道吗 我现在的手里是可以在那儿学校的刺激 我现在的手里是可以在那儿学校的做事 如果当你学校的学校 我去学校的学校 我学校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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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学校 我学校的学校 好 完成了 好 你说爷爷是不是你的好助手 爷爷是不是你的好的一个助手 完成了 我得拌开了 再沾一点颜色 再沾一点颜色 爷爷 那是 这是 这是青色 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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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做得细一点 把白色都涂满 不能这样涂 不是让你画画的 这个不是画画 这个是要 呢 你呢 对 国家 收音還是從 收音這樣從電腦收還是從電腦收 它不可能在於讓畫面和諧起來 所以那個野牛系列 還是那個前面的系列繼續 我仍然沒有離開 對於人類文化之間的衝突 和它的交融的可能性 或者是有表達的慾望吧 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回到真正的 純粹的童年狀態 但是比如說現在我做的東西 我可以做到不考虑侧展人的态度 画廊的态度 市场对我的作品的反应 我可以不考虑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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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记得《所缘诗话》里讲的 它说的写诗 平居有古人 学历方身 落笔无古人精神始出 落笔无古人 你真正把笔放在纸上的时候 你脑子没有过去 你学的东西的限制 精神始出 你自己的精神才可以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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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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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位语谈人 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我们非常在跨域资历 非常多年的艺品人 特展人作家 谢佩妮老师鼓掌 大家好 佩妮老师好 光芯好 祖谦好 佩妮老师好 佩妮老师其实真的是 大家的一位好朋友 大家在台湾各个艺文的 重要的场合 都会看到这位谢佩妮老师 佩妮老师其实在非常多台湾国内的艺文机构 都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担任顾问 担任总策划 其实非常多重要的地方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请教这位好姐姐一屏人朋友 这样子 那今天呢 会特别 画廊这边 会邀请到佩妮老师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其实 张宏图老师2013年的时候 在高美馆高雄市立美术馆 有办过一个座谈 就跟今天刚刚各位 看到的这个纪录片一样 他就叫在路上 那当然因为他就不太一样了 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呢 佩妮老师跟宏图老师 这些年来 其实也不止在高美馆 有过合作跟策划 然后一直以来呢 佩妮老师跟宏图老师 也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跟讨论 那所以今天在座谈的下半场的时候呢 我们很希望可以请佩妮老师 来分享更多 关于他这些年来 对老师的这些精细的 这些研习跟分享 那也期待 等一下待会会听到佩妮老师 讲到更多的分享咯 OK 那接下来大家不知道 刚刚不好意思 还是要跟各位线上的朋友 或者是未来点进来这位 这个特别的云端的 纪录片录像的朋友们 说声不好意思 刚刚我们在 直播的现场呢 梳理了一些小小的接触问题 那希望在我这串 客套式的废话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慢慢的 回来再跟我们聊 更多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那一样的 如果您在待会参与我们 座谈的过程中 有在YouTube 或者在Facebook上面收看 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在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 Chatbox或留言处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那我们导播这边呢 他会在座谈结束的 二三十分钟左右 帮我们把这些问题 收集起来 那会由我在统一 统文统答的方式 来询问我身旁 三位 询谈人大家会再一一为各位做解答 OK 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精神吧 现在是十一点十四分 大家有没有都喝咖啡啦 或是在投票的路上 听到我们这个像是podcast的座谈 那其实我第一次在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 大概是在三四月的时候 也是画廊的主管啊 总结他们把张宏朵老师这个各展的案子 尾给我的时候呢 我就在睡觉前想说 哦二十五分钟 我应该可以很快的看完这个纪录片 但没想到就是看完之后完全睡不着 因为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实在是拍的太好了 他无论是导演对于这个艺术家的关注也好 或是艺术家本身对于艺术史的看法 对于这么多年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政治场域 他所经历的一切乃至于对自然的关怀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导演也好 或是艺术家也好 都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充分非常实实在在 很诚实的表现自己 那讲到这边呢 我就必须要cue我们刚刚座谈前面介绍的 第一第二男女主角方欣跟张宏朵老师 耶 那接下来我想把语坛的重心跟mind 主要pass给这两位 那或许我们首先可以请方欣欣来分享一下 制作这一个纪录片 你的背后的创作的想法跟行路历程 谢谢 好 谢谢任凯 然后也谢谢在线上的朋友们 观看了这个影片 其实现在看的时候因为是 已经有蛮多年没看了 就是看的时候突然想到 三年前自己做了这部影片 然后也跟了红图老师跟了 跟拍了一年半 因为刚开始制作这个片子的时候 也能理解像老师他不太能接受 突然有个人带着相机要去跟拍它 所以在前面拍了可能有三个多月的时候 我们有点像是在磨合期 然后磨合期的同时刚好老师说 我有这一个展我要去Kansas 你要不要跟着我过去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这一个旅途 会让我们更加有bonding吧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有点拘谨 但是当时在Kansas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也是住在一块 然后也能跟老师就是有更多线下的一些聊天 就抛开说导演或是艺术家来讲 我觉得我们更像是两个朋友一样 就是说说年纪有点大 我们隔了差不多五十岁 但就是老师的一些看法 以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把它结合在那一块 所以还挺想念在Kansas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起看眼妞 然后一起跟那老师去听很多他以前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也挺幸运的是 因为里面发生的故事都是水到渠成的 就也不是说我要特地要想着去拍什么 就是It just happened 所以我还挺开心 就是It turns out really well 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我每次看都特别感动 尤其今天跟大家在一起看 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知道大家看的时候 因为跟我经历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的经历其实还有普遍性的 只不过我们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时间点上 但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和你周围的环境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 我觉得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现在回头来谈谈方心的电影 因为今天我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了方心的电影 其实方心来找我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有毕业 在那之前已经有两个他的同学了 来找我 可是我呢 我说实在的 我那时候 其实我任何找我拍电影 我都有一点点拒绝 因为我觉得总是影响我工作 我不可能在相机前都画画 尤其前面两个学生也很好 但是他们主要是重点在于 就是像我这种移民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在两个不同文化下的影响下 你怎么样去适应它 怎么样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一个新的环境 可是呢 我跟他们讲 他讲得非常清楚 你如果谈 我如果谈我的这个故事 我不可能不谈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而我的生活经验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 在中国现在禁忌 不光是我不能够回去展览我的作品 我不能够谈这个 就是其他的像更年轻一代的 像芳心这么大年轻的 这个这个这个在学校读书的人 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这种血腥的事情 一个一个血腥的屠杀不可能知道 而且也不允许知道 所以呢 在芳心跟我说的时候 我觉得我我我我我先去一经 我觉得他这个年龄跟我接触到其他的这么大年龄的人 完全不一样 我不是说他的政治观念怎么样 而是说我是 我是最感动我的 他独立思考 他有他有种独立性 就是说他不管 这个环境或者是上面 或者前后左右 社会 甚至于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己的同学朋友 对他的影响 他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的结果 他居然这个看中了我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这个真的让我感动 因为因为 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 曾经有个新加坡的一个电影 一个一个电影导演 要拍我 已经开始拍了 拍的过程中呢 他必须要到中国去 采访一些其他艺术家 他到中国去采访其他艺术家的结果是什么 他跟我说 他说别人一听说 是跟张宏图有关系的电影 他说不参加 不止一个不止两个 就是我在中国实际上是超名昭著 最近前两年有一个 有一个画家到这来 这个我们 他不是强筑纽约吧 但是我们在纽约经常见面 说你呀 红图啊 你在国内的这个 称号是什么 反革命艺术家 你这反革命艺术家 在中国很严重的 这个是 这是一种所谓人民的敌人 我在这边 我跟美国朋友说起来 反革命艺术家 说那好啊 我们可以举一个牌子上的鞋子 我是一个反革命 没人管我们的 但是我是在中国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方新能够决定拍我的这个电影 而且呢 对于我的这个政治观点也好 我的生活的经历的 不受政府欢迎的这方面的内容也好 他不单不排斥 而且他有一个有个人的见解 所以这个让我感动 也是让我接受他来拍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觉得前面我可能露响了 因为我在刚 因为在美国我待了超过九年嘛 然后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去纽约工作 工作的当时在17年的时候 我去Guggenheim Museum 当时看了一个一系列展 当时那个展就是关于就是 回顾中国1989年之后的所有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我当时是看了一圈 然后我看到洪涂老师的作品 我当时说 这个还挺威胁的 有点幽默 但是又带点 就黑色幽默那一种 我还挺好奇的 所以我当时记下来老师的名字 所以当时在做 我要做调研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个邮件问一下老师 老师一开始 相对冷漠一点 因为就像老师提到 因为有很多想拍纪录片 拍电影的人 有去采访过老师 他就说OK啊 那你过来我们聊聊看 然后一开始也是 老师肯定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嘛 所以当时我就说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如果说不行的话 就是或者方向 不是老师想要的 或是我们磨合不了的话 我们再 接下来再看 然后没想到一拍 就是拍到我毕业半年 然后还在继续拍 然后继续剪辑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第一次在 学校的 地下放的时候 老师一家都有过来 所以然后现在又隔了这么久 我们隔开两个地方 然后大家一起在看的时候 还是觉得还挺感动的 真的 这支纪录片 其实在 我们现在有在梗画廊 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到过 梗画廊的话呢 欢迎来到台北市 内湖区 就是大家捷运的话 可以到到西湖站 目前正在安党的 如果也能做什么展览的 展览空间的1.5楼 我们有持续的在播放这个纪录片 那我刚刚想分享的是 其实这个纪录片 真的是这个展览很大的一个核心 跟重点 就是大家很常就是 在1.5楼就坐着 很认真的看完这个纪录片 因为说实在的 其实无论是多么精致的一个测展 你很难透过一个展览 就把一个艺术家的故事给说完 那我觉得当空间足够允许你 就是乃至于就是你知道 画廊非常幸运的 前面有人帮我们做完的 这个部分就是装心 可以很快速在25分钟之内 知道这一位艺术家的 你知道心灵还有故事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存在 也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个左探 那刚刚有聊到就是 方兴音或者是宏图老师 在这个纪录片制作的前期的 一些心理状态吗 但是我们还没有聊到中期哦 我蛮好奇说 放心你在中间整个 你知道我刚刚有听到你是 老师有事情问问我 可能泡了几次咖啡给你之后 你就越来越爱他 然后你就 你们之间就越来越顺畅了吗 那我蛮好奇 你就是在整个计划的过程中 你有跟老师去讨论说 对我们这个纪录片 在星座的部分 就是要focus在野牛这个系列吗 然后你们有讨论说 你有花一段时间去说服他 说可不可以真的去拍他 他在画就是引游锐和图那张图的过程 或者是去跟拍去Kansas几次吗 我还蛮好奇 中间你们这部分的讨论 是的 其实刚刚有提到 在一开始三个月的时候 其实老师当时没有新的作品 在电影的中时有提到 就是说在猴子系列之后 所以我当时也有向任凯尼的担忧 因为当时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要面临毕业 所以当时我们校长 然后还有我的导师 有找我谈过说 你这个片子好像没有看到一个ending 就是what's your point 然后我说 你让我先考虑一下 或许我可以做一个老师 一个回顾的一个这么个电影 但是我又想着说 这个不是我特别关注的点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去 包括历史也是会重现的 所以我更关注是当下 以及说放眼未来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在当时三个月的时候 真的就那一次去Kansas 我没有抱得太大的希望 说OK老师有个现在在Kansas 那个有个个展 我去拍一下 但是拍到同时 当时的在Kansas的朋友 他们带我们去看了野牛 然后老师才提提说 哦他可能野牛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然后我想说 那说不定这个可以是一个好的影子 我可以说去通过它来展开 但就是老师在画的时候 在一开始 最开始那一幅第一幅画 那个是我完全跟拍到的 但我在想 因为当时如果说全部跟拍 拍完整个系列 又会是另一种纪录片 所以我就想到说 想到我的片名 因为是before he starts 所以想到说 老师有提到说 他搁置了那一段时间 他以前画的是这种系列 他现在以后会是画哪一种系列 以及后面有放了一些 老师和他孙女们的一些互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 就是我不想说点太多 但就是说这已经是足够的 就是说可以imply到 这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对 这真的非常有趣 因为我觉得大家通常都会讨论说 艺术家多产的时候 或是艺术家发表的时候 他给大家看到了什么 然后大家就会用比较多是艺术家 已经产出的时候来检视这个艺术家 但是却非常难得 就是大家没有机会 或是哪句会忘记 关注艺术家在休息 在呈浅 在酝酿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大家好像比较多 在看艺术表 在看结果 那我也蛮好奇 那接续于刚刚芳心讲的 红图老师 你在整个过程中 因为你们几乎算是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制作这个纪录片嘛 听起来这个纪录片 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架构 在讨论的初期 那中间老师你是怎么样的 就是跟芳心这样一直前进 我蛮想听听老师这部分的看法 芳心的这种感受 也引起我回忆 我当年的那个 虽然说不是很久吧 但也差不多三年前了吧 当时的状态 其实呢 我倒是有一点 我觉得我做得到 就是我答应芳心了 我不会说是去干涉她 我会说 芳心你应该拍我这个 应该拍我那个 我觉得 芳心来拍我 她开始做她的作品 她开始做她的作品 她如果她选择哪一段 她来怎么来表达 有什么手法 就是她 她是艺术家 我呢 我不可能说 因为芳心有一个计划 因此我就跟她计划走 我做不到 我也不可能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可是呢 我觉得芳心的 她对于艺术 对于这个艺术本身 不光是电影 对于艺术 对于绘画 对于雕塑 她有她的敏感 这种敏感 实际上呢 当时让我很吃惊的 因为我 其实我 你看我是 60多年 我1963年 1963、64年 第一次看到野牛 在中国 看到两只 我画一些速写什么的 从来没有 我还没有 把它当做一个 什么系列 一个一个一个 巨大的主题性的 创作来做 然后这个 将近60年左右吧 跟野牛 断了心了 断了任何联系了 然后再回到 这个堪萨斯 看到野牛的时候呢 我又很激动 但是我当时 完全没有说是 我要做作品 还没有 我只是觉得 觉得又看到 一老朋友一样 哇 这60多年不见了 我不管他认识 我不认识 我反正我认识他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可是我发现芳心的 我说他的敏感 就值得 他 他本能的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 一个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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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艺术家的话来说吧 可能是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呢 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也可能呢 就是 有一个 它会预示到 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自己模模糊糊的 我一直到 我一共 这一年去了四次 两年去了四次 去了四次 我一直到 回来 就是第一次去了 回来之后 我才开始更多的 就是了解野牛 知道野牛 跟美国历史的关系 野牛跟原住民的关系 野牛跟白人早期殖民者的关系 野牛和自然的关系 这样 我就跟我自己 对于 自己生活经历的思考 对于我和自然的关系 就一个移民艺术呀 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 这种交融嘛 或者 总之吧 跟我的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 所以呢 我才有 就是后来我才有了这个想法 一开始我也没跟方毅讲 我马上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了 所以我从这点来讲 我觉得他这种敏感呢 实际上真的是一个 是电影工作者的必备的一种天分 真的是非常有趣哦 就等于是 我再加一句对不起啊 老师提出老师 其实我写了一个条 我忘了 我一定要感谢耿姐和耿华郎 因为耿华郎 很多人都知道我 很多人都知道我 我跟港花囊已经合作了多少十几年了吧 但是从那个 从那个昆瓷苗的那个回购展之后呢 我就基本上 没做东西 更没有新东西 给画廊 按理说这作为一个 你跟画廊有了十几年合作经历的艺术家来说 这违法 这不合法 不应该这样的 可是耿姐队友呢 不离不弃 而且还支持我 整个的那个 昆瓷苗郎的展览 全部就是耿姐支持的 不光是物质上支持 精神上支持 所以呢 现在这个展览 大家已经看到了 包括方新的电影 所以我要再在此 我要好好感谢这个画廊 谢谢更姐 耶 我来support一下 大家现在听到这个直播呢 support by Tina Keng Gallery 那如果大家对于Tina Keng Gallery这个品牌 或TKG Plus更多的兴趣的话呢 欢迎点你现在在收听的这个平台 他们有这个画廊的简介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 就是可能过去也没有 我想到说纪录片这样子 相对就是比较理性的这样创作 当然感谢层面也很多啦 就是可以跟一位绘画艺术家 雕塑艺术家 事实艺术家 他的成长某种上有一个重合 乃至于某种程度上 方新也介入了老师厘清 或是发想出 他想要跨越时空 重新把野牛漫步这个系列 呈现在他接下来要进行的作品里头 我觉得非常的棒 然后某种程度上方新也成为 你基本上也算是这整个 project 中心里面的火种之一 就是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有趣 然后讲到这边呢 其实我非常想要cue佩妮老师 佩妮老师其实这些年来呢 就是我们前面有分享到 佩妮老师就是在各个文化艺术场域 就是非常的跨越 什么事情都有涉猎 那尤其是其实佩妮老师 自己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很常聊到基督片 比如说佩妮老师跟华明川导演 就有非常多的合作跟交流 那我讲到这个部分 其实我非常好奇佩妮老师 您作为一个长期 不管说是跨领域 跨媒材的合作的一位观察者也好 或者是宏图老师 这位艺术家的观察者也好 你对于基督片或是视觉艺术 或是现在刚刚提到的芳欣这位导演 他介入老师创作过程中这样子的交流 老师你能不能给一些回馈 跟稍微可以分析一下说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合作方式 是不是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或是您的看法是什么 谢谢任凯 那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首先我想要说说 有时候播纪录片的timing非常重要 好像说刚才可能还提到 台湾的第一位独立制片导演黄明川 他也是要到32年之后 大家才有机会再度的看到 他做独立制片的片子 那这中间已经经历了200多部 诗人 艺术家 音乐家等等 他们的这个纪录片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芳欣当然年纪很轻 可是事实上来讲 这只是第一个用业制作来完成的 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纪录片 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的 让整个片子不是停留在The Making Of 我们不是只是在记录一个制作的过程 因为很多艺术家的纪录片 特别是艺术纪录片 陷入了魔咒 魔咒就是他会太讲究The Making Of 这个过程 虽然这个发掘的过程 也是创作很重要的这个部分 但是毕竟这是两个艺术家的对话 当然以洪录老师的功力这么深 可能对方心来讲 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到最后他是完美的跳Tango 因为Tango很多时候就是利于美的结合 然后是这个温柔跟这个坚持的这个拉锯 但是到最后来讲是互相成就的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非常感佩的 就是说在洪录老师的带领宽容 或者说甚至包括这个方心 愿意让自己也变成其中很重要的这个元素 创作元素 你要让他只是执着在制作的过程 生产的过程 那就没意思了 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手机 事实上甚至洪录老师都会做的 比我们任何人都好 因为他在低现场 他可以在第一时刻那为什么说timing很好 就是说昨天台湾才刚开幕了这个几十年来 应该说华人世界第一个所谓的 用国家级的这个方式成立的电影广播 跟这个视听中心 那他同步的去记录 从阴影到这个项的这个部分 那最当我就会鼓励这个耿姐 等画廊还有方心 还有这个张老师把这样子的片子 其实就捐出来 因为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棒的 那第二个是说 刚好我们现在圣诞节之前 送给大家一份隆重的礼物 那这个部分也刚好记录了农历年会从牛年 过渡到五年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非常微妙 虽然说整个展览被耽误了 被延期了 可是那个timing是很重要 那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可以容许我回应一下 看了这部片子 反复看的一些感想 张老师可以吗 对 放心可以 可以 可以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但难免就是 因为写评论的人 或是做研究调查人 难免一样就又陷入 这个比较Scarly的思考 那所以第一个我就会想到 跟张老师的这个出生年 最接近的一部 应该说经典的当代文学作品 莫过于George Orwell 乔治欧威尔的动物庄园 动物农庄 所以一开始就会想说 是不是这个 跟洪竹老师的这个声势 或是他经历的这个大时代 世界 世界这个背景 或作为一些这个叠合 那更是 的确像洪竹老师讲 就放心到最后可能放了情感 个人观察到在头 所以这些低层的这个背景 就是世界史的这个演讲 透过洪竹老师的这个声势 那透过得了 其实包括我 我都跟方兴得了 应该两个世代了吧 ok 这样的状况去看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1945年就是整个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截止 然后George Orwell 决定把这本书交付出来 来提醒 大家其实 这个战争并有结束 在全世界任何的角落 都还是最前线 所有的这个天災都不及人祸 那我们随时都是在第一现场 即使我们开始觉得是沉平的 是安全的 是温暖的 那这个部分 那当然第二部分 就会去 也是因为这样子 在特别是必须要在美国的基础之下 就会 难免就会想到 大概五年前 就是奥巴马 巴拉克 等于是他在卸职之前 离职之前 其实很重要一个法案 就是针对保护野牛 这个相关的这个法案 当时大家当然确实说 他正式把这个美洲野牛 当成国寿的这个 划时代的这个记录 不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英 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 那包括美洲大陆最大的这个 这个 我们实在不应该叫他BIS 真的说生物好了 不要说他是野兽 这个肯定 事实上我会觉得也是再次的 对美国的民主自由梦 或是说这个拓荒探险的精神致敬 怎么说呢 因为刚才提到1945年 OAL的这本 这个动物庄园 来去做一个普世的预言 但是1941年 罗斯福在 就是Franklin D. Roosevelt 罗斯福总统在他的这个国情咨文 很重要那篇就是谈四大自由 Fore freedoms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质疑 怎么说呢 因为重新的去罗斯福总统重新谈出了说 其实人类本来就的四大自由 第一个他谈当然是言论自由 第二个部分是宗教自由 第三个是免于匮乏 就是Poverty 你不能被剥削 但最后一个他谈的是免于恐惧 所以这个来去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洪朵老师的作品 或他的生命历程 包括他在美洲的 这几十年来的落地的经历 那最后回应到 来这几年去探索这个美洲野牛的这个主题的话 似乎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 所以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说美洲野牛 对所有人 我应该说 他创造的这个并不是只有美洲的价值 印第安人做一个战士 或者说是探险家 透过他们的足迹 那到最后都是因为他的这个广返的这种建议 才踏出来 从小禁变成这个大陆 所以最后让这个 美国的这个横跨整个北美的这个铁道 这些到最后根本就是 根据或是随着跟随着这个美洲野牛 来回反复把我们踩踏出的这个路径 所以程如刚才芳心提到的就是 是很多前辈 他们的这个legacy 那我们其实往往是循着他们各种开创出来的路径 那在探寻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康庄大道 那我们也要舍得把这样找出来的这个路径 即使是可能还是遍地经济 或者说就像这个诗人Foster讲的 the less travel route 其他人比较少踩踏的这些路径 反而就是创意工作者 或是这个有智慧的人会选择这个路径 所以当我们可能帮大家探勘 帮踩踏 就成如野牛一样 野牛更是无声的帮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反而才可能让我们可能在不同的世代 继续受到他们的启发 所以要说美国的四大自由是人 或说政治人物创传 很多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观察整个原住民也好 或是原生种的这个生物带来的 他们的无畏无惧 他们即使在匮乏都还是大步往前行 那他们为了这个争取清洗自由 还有他们这个独到的对生命的 或是生活这种敬仰 或是这种信仰 到最后才会让他们 以无声之声能够发出这个自由的声音 那这个部分我想先做这个阶段的回想 那回应就是一方面感谢张宏图老师 就是长久以来这几十年 这个从最艰难的生命状况 在不同的这个角落 还是不断的透过他的艺术 来去这个回应 去扣问 但是同步也是回应这个 这个艺术的大灾问 或说这个上天赋予给他特别的使命 那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肯定 非常应该说这个感谢方馨 透过这个坚持 到最后让这部片子 可以用举重若轻的方式 把老师的这个艺术上的扣问 生命上的扣问 甚至把他生活的这一部分都叠合起来 好 以上 谢谢 报告完毕 佩玲老师就是我们今天的 学术扛把子 但是我其实还蛮想 接续一下就是佩玲老师 你刚刚有提到 创作者所要面临的 你身份上面有非常大的一部分 得去处理你生命中的恐惧 这个部分 那拉回来谈的话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宏图老师 当年从中国那边搬到 纽约去生活 然后包含在80年代中期的 以及尾巴的时候 开始去借由毛系列来处理自己心灵中的恐惧也好 或者是哪句老师现在有了更进一步的心灵上的跳跃跟感触 然后答应了 刚好遇到一位非常有缘的导演就是芳欣 芳欣同时也愿意克服自己政治上 还有地理上的恐惧 包含其实芳欣现在其实正在跟我们在圆端连线 芳欣其实不在纽约也不在台湾 他是在对岸的 那其实我自己心目中非常是 admire 就是芳欣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因为包含我们中间要讨论说要怎么样的 重新再为这个纪录片做调整的时候 其实才知道说芳欣其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纪录片的hard drive 就是元档带回家去做进一步的编辑 其实我觉得我当时知道的时候 就是觉得哇原来 就是可能有些视觉艺术家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很可以 就是做完之后我就放着甚至销毁的 可是我觉得纪录片真的不是这样子 因为那些clips都代表你contribute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间 包含说他有可能在制成别的东西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带自己baby回家 这件事情是非常 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啦 但是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很快 maybe哪一天就把它拿回来了 但至于刚刚前面佩欣老师的讨论等等 其实我还蛮想知道 芳欣你是如何下定决心 就是要真的要我知道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在谷跟汉看到老师的作品 然后你非常喜欢那样子政治上的黑色幽默 但我想要知道你作为一位导演的立场 你跟恐惧是什么样的共处的 我觉得一开始恐惧就是最直接的举个例子 像在一开始我提到说我很担心这部影片会没有一个没有个结局 就是说对于导演来讲你有个三幕曲吗 就是我很担心这个里面没有一个这个3X没办法进行的时候 我自己会比较逃避去我首先会逃避去面对他 所以我当时也有一阵子没有去碰电脑 也没有去碰那些drive 我可能下意识的会就是去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公园 我会去到Brian Parks那边 大概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本来想说看一会儿书想说算了 然后可能就是看看人然后看看树 然后毕竟在城市嘛我很难去接触到那个真的大自然那一边 所以在当时就即便我去到Kansas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没有去做任何剪辑 我就是把东西都会放在drive里面 我想的可能有一天我会想去去见他 然后当看到野牛跟看到草原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外公外婆带大 我是在等于是在老家长大 也是看到很多动物啊自然这一块 所以桑胖当时会想到说 既然我当时外公外婆是很抗拒来城市 因为当时那一老一半的人 都是会希望在自己家里嘛 所以我想说如果他像我外公那么固执这一个人 他都能克服掉自己 然后说跑到来城市去生长 虽然他很讨厌城市里面的车啊建筑啊这些草 那我应该也可以去克服说即便没有ending 我觉得我也是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promise 我有这个commitment 我需要去完成这些事情 但是好像跨过这一个之后 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然后真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刚好这个契机出现了 所以我想说那顺着他继续往下看 看能不能继续把它编辑成真的一个有个故事线 然后就是这个作品这样出来了 哇 那现在到那么多地方放映 就是然后甚至还有非常多的机构点 点藏收藏 然后乃至于刚刚佩妮老师想要尽力说服 我们把这个作品捐赠给台湾重要的机构的这个部分 我蛮想知道 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整个制作过程 跟你make a commitment 然后跟宏图老师这位艺术家 有这么深刻的engagement 甚至你对于这样子使命感 已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engagement在这里了 那乃至于我们今天 等于是毫无国际将近没有任何border的 然后突破covid 突破你知道地理上的任何的限制 在云端线上放映这个片子 然后你走到了这里 你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 我很好奇 我觉得像老师当时有提到说他怕自己 就说像这么一段经历 因为我毕竟在中国成长很长大的嘛 关于我这个作品有我的名字 包括有老师的名字 他当时很担心说 那你回到如果回到国内 回到中国的话 那你该怎么办 我说 我当时好像稍微看了开一些 我当时好像是说 我自己是觉得历史都是 可以借鉴都会有重复的 所以我不希望后人或者我们 去重复以前犯过的一些 mistake吧 所以我觉得说 与其说去抗拒或逃避去面对它 或者一些现有的一些政治框架 也觉得更好应该是去正视它 然后真的能做到说 通过这个问题 我们能怎么去学会说 不要去重复这个问题 然后 对去做到这么件事 我觉得有这么个 promise 在里面的话 我好像就没有那么担心说 如果这个东西有我的名字 因为就像任凯说 因为我当时也很 就是说我把我的drive 放到老师的studio里面 我当时想说 不知道几时能真的回去拿 然后没想到COVID来了 然后我想说 那可能真的有好一阵子 不能回去拿我的drive 所以 其实是有点感慨 但是又没想到说 这东西难道真的会影响我吗 但是想不到说不定真的会影响到我 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恐惧在 然后包括如果说我跟我朋友 或跟家里人说 我有这么个作品 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也好 作为导演也好 作为纪录片的也好 你逃不开的事 之所以喜欢做纪录片 是因为它是真实的 你是不可以去更改它 所以它真实存在过的 这么一段事件跟历史在 我作为一个后人 跟现在去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 我是希望能通过以前的事情 去学到一些 真的是去做一个借鉴这样子 对 说太好了 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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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放心讲 对 我会放心 我会放心在拍摄过程中 虽然说了很多 但是像今天在这儿 有谢本毅老师的启发 有任凯的启发 然后说的这么深入 我问这个第一次 真第一次 他说的非常好 为什么 他说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 这一代人对我这个问题 而统治者 任何一个独裁者 独裁统治者 就是治理这个人民的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制造恐惧 制造恐惧 让你在恐惧的 让你在随时随地感到恐惧的情况下 你束手就服 你就对于这个统治者的任何命令 任何新的政策 你都 都是处于一种 一种 服从和这个 为他效劳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呢 像中国的情况 其实我也不会说 说来说大家都知道的 尤其最近这几年 这个新的领导 新的 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 对于人的 甚至对人的 别说了 对身上的孩子都要控制 我只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孩子的政策 有两个孩子的话 你有大麻烦 然后现在呢 要 几乎就是强迫你生三个孩子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人如果连这种自由都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 怎么办 所以大家都 我现在 我最近这几年都没有回去 过去回去 我发现后来有点变化 人们愿意说什么 但是 人们说话的那种方式 跟过去没没区别 北京话说 咱们关起门来说 关起门来说 隔墙有耳 所以 所以像 方兴才说的这种恐惧感 或者说是一种 一种顾虑吧 我觉得 我是特别理解 嗯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刚才 像刚才人海提到的 我一开始就是 拿剪子做 把毛主机箱 搅开了 有一种犯罪感 然后拿去第一次展览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你这东西在中国展览的话 最少被枪毙三次 然后 这是他原话 然后我有两个美术师老师到我 搜索来跟我都非常好的 比我又大一辈了 他们看了我的作品之后 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毛了 一个老师对另外一个老师说 我们回学校之后不要跟任何人讲 我们看过红图的画 我那时候 我真的我难受死了 我才我绝对不是说 他们看 是不是跟别人讲我的东西 而是他们这种心理状态 这种恐惧 所以到美国来了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 我们回去不要讲 我们去看红图的画 嗯 这种例子太多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刚才就是那个 嗯 方新的电影里面 把那段也非常非常强调的 呃呃表现出来 就我把这个 这一系列 这毛的系列 当做一种心理治疗 我一直到1995年 在Browns Museum 做了一些个展 把所有的 从1989年 做的毛 一直到1995年 全部放在一起 我一看 好了 我说我不做了 我可以用任何方法 来表达我对毛的看法 可是呢 我是在美国 在中国呢 我知道 还有 不是说中国没有艺术家 有跟我分享那种类似的想法吧 还是有的 但是呢 但是 他们所受的限制 是我们在海外 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对方心的就是这种勇敢 和这种 这种坚持 还有这种目光看得这么远 不是只看着自己 哦上学了 毕业了 这个这个这个 学历一级职能了 回去找个工作了 绝对不是这样 而且不但不是这样 而且你要拍我的电影的话 你要冒着将来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 所以我经常 我经常的就是说 比如说国内我也挺关心的 国内年轻导演 尤其从美国回去了 又得了这些奖 我就老想你放心了 我说他拍个别的别的人的这个片子 早就得奖了 为什么你这样拍我的呢 不但得不了奖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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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那个 他这不都都都拿不回去 我真的这么想 尤其最近你们可能都知道 奥斯卡奖获得者 中文名字叫赵婷 也就是个女孩子 而且他他在国内 还有还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他妈妈也是名人 也是学摄影 也学电影 然后拍了部电影 电影本身 倒是中国人不去干扰他 为什么跟中国毫无关系 但是因为他讲过 采访的时候讲过 他觉得在在中国到处都是谎言 因为这一句话 不准演他的电影 电影海报都印刷出来了 毁掉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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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这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他他得奖是今年奥斯卡奖 你就是中国很在乎奥斯卡奖的 结果这个是一个真正的 中国初来留学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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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单纯的学生 但是因为讲了句实话 他的电影不能在国内放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我我有时候真是我 我觉得从这来讲 我觉得我这 我是这么说 我有福之人 能不能让芳心这样的导演 有这样的画廊 有你们这些人 像佩妮的时候 组织我的展览的时候 我也有点担心 你知道吧 因为我不知道 台湾的这个政治戏 我什么都不了解 可是那时候呢 基本上我想摘那种东西 不是基本上 我想摘那种东西 陪你全摘 没有一件说是不能摘 对啊 其实一个人若不爱民 不爱立不怕死 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所以我刚才有说 很有趣的细节 大概赵老师提到 这个Bronx 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事情 那我这样 我三十三十五年前去 那个Bronx 动物园的时候 他们就很骄傲的导览员 这Ranger就跟我说 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作用生 这个生态保育 为素质成立的这个 这个动物园嘛 然后就那时候就对这个 可以说 号召这座动物园 为了全人类去 卫护这个生态的多样性 的努力非常非常impress 那后来这一次也是因为 准备洪涂老师的这个 做谈才 突然赫然发现 原来这个William Holiday 就是倡议这一座动物园的 这个主持者 就是这个 The American Bison Society 第一任创任的主任委员 那当时的这个 honorary chairperson 其实就是这个 我刚才提到的洛斯福总统 所以很多机缘真的要串好久 才会串起来 那这种神奇的力量 那到最后还是要透过 艺术上的这个再创新再诉说 那不断的 才可能产生更大的力量 那刚才听到方欣 还有张老师这个 勇敢的发言 那我也想要跟各位回馈一下 因为这么多年来 可能一些朋友知道 我在国际的参与或是国内 往往都会在这个很奇妙的地方 第三世界啊 这样分裂后的国家 或是刚刚解研的这个地区 那也许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性格 才有可能去面对 艺术文化上的这个困境 那过去几年代 变化最大的就是香港吧 那也是 可是 在这里不说 努力芳心 用凭什么 这个说鼓励谁 而是说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大开大合的世界 你大开的世界就帮你打开 那你如果要紧闭 世界就为你关闭 所以已经这两年的 两三年化有大批的 这个香港的艺术文化人 最后就选择在台湾定居 而且我真的完全一直在号召政府 千万不能把他们当成 Refugee来看待 他们就是文化艺术人 这是不可思议 也许就是华人历史上 1949年之后 在一个坠儿小岛叫做台湾 再度的产生一个 非常密集的这个人才的汇聚 那的确 刚才提到张老师提到影展 提到等等这个部分 其实不只是这个 Academy Award 这次这个金马奖 总共有七位香港导演 或是电影人 他们的作品入委 最后得奖三个大奖 也都是香港导演 所以他们也分门提到 因为这些都是 可能我们甚至参与救援 或是参与他们再找到第二春 因为他们如果只要过好日子 真的去英国 去美国 他们可以用政治庇护 取得很多很好的利益 得到最后 他们还是想要做什么 creative work 所以当全华人世界 或全世界最 应该特别是亚洲 也几乎是亚洲 唯一真的真正想要言论自由 创作自由 清理自由 宗教自由的台湾 他的确可以变成很多人的基地 所以他们也提到说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 国际的串联 本来从生产的角度 电影工业行动 其他的产业 就全世界都可以共治的 所以我觉得方心也好 或是宏洲好 就不用紧张 真的世界合体宽广 即使政治人物要 这艺术家还是不断的超越 所以就像我上个月 应该是一两个月前 帮台北 Art Fair 大家会觉得 他是集体商业的场地 可是他也是亚洲持续办理 尽管有COVID 都没有停止办理 28年的国际博会 帮他们做了一个蛮奇特的展 大家都觉得我疯掉 我们怎么会去选择 用五国技医师组织50周年 做马格兰 Magnum Photography Agency 这个马格兰通讯社的特展 来去做 为一个积极商业的一国会 那其实不是为了背书 或是为他找的 而是说在COVID之後 就形成所有的人类大灾难之后 我们到底包括艺术的场域 还有什么样积极的作为 包括所谓的五国技医师组织 他们也满50周年 他们也不能再用 只是诉求慈善的这样子的方式去面对世界 那我很希望说去召唤 看当时Magnum的这样子的精神 75年前1947年 他们在这个发起的时候 这群又很能拍又能写又能说的这些记者 摄影家 他们到最后主张的 其实真的不只是要透过即时摄影去究责 去记录去当一个witnessing的这个工作 那他们也不只想要透过影像巨大力量去做accountability 就是去究责 那更重要的是说不是究责而是扣问 刚才为什么我先提到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像今天这样子的片子 或是老师用即时的这个手法 来去做创作的时候 可能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计时 它的计时性 然后去弹出他们的社会性 到最后还是要艺术性 用艺术性去统合 更重要的是要超越 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在 刚才听到两位第二阶段的这个发言 会想要提出来再回馈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这种艺术的力量 然后甚至不相信在 应该说就很像传统的这个山水画这个闪点透视 到这种构出来的 其实是更宽大的这个天地啦 所以串联的这个力量 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是发生的空间 所以就像一样啊 这个Hard Drive在宏图老师家 可是我们今天铁在线上 是全世界只要有这个网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Note 那这个是我想当有人脆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别人勇敢 是因为我们相信 当我们也身怀恐惧的时候 会有其他人为我们勇敢 我真的非常喜欢 刚刚佩玲老师讲到 就是当一位艺术家 或是当你是任何身份 你可以是Actless 你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也好 非创作者也好 当你愿意打开的时候 世界真的就会跟着你一样为你打开 然后刚刚其实宏图老师也有讲到说 非常就是像王芳心这样子 就是自己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的觉悟了 已经想法了 就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像佩玲老师刚刚回应的 没有选择一个更趋向更舒服 或是可能商业性发展可能 短期之内看似比较容易的一条路 那我也非常喜欢 刚刚佩玲老师讲到的就是 当你可能跟这样的整体的社会环境 你打开一段时间 然后不断的 非常诚实的 将完整的自己做在你的创作里头 或是做在你对外的发表里头的时候 或许商业的那些大门 就会像这是 刚刚老师有提到 二太贝这样子让佩玲老师做一个 不是这么直觉性相应性 但是却有非常多 底层可以藏着非常多的隐喻 或者是一些更有意义的内容 可以藏着在里面的一些部分 其实我觉得 这其实也是艺术家可能必经的一条路 或许如果一开始 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觉悟 或是花更多的时间 把更诚实的自己做在作品里头的话 某种程度上或许未来 就可以有 稍微有信心一点 花一节时间 或是未来会有一个 理想中自己想象中的样貌 以及 surrounding 那其实我们现在 座谈已经来到了下半场 线上的朋友 你都还在吗 在 接下来我会再丢一个问题给宏图老师 然后在这段时间 大概 请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帮我花个五分钟 稍微整理一下 目前你听到这边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方兴 想要问红图老师 想要问佩玲老师 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待会儿 麻烦导播帮我把问题 整理在我们三位语团人 跟主持人这边 看得到的这个 聊天室的chat 然后我们这边 会在 以同文统达的方式 来回答大家 那OK 接续就是刚刚我们 佩玲老师 请说 Landa 我想要对红图老师提问 可以吗 请说 请说 要先举手 要先举手才可以发布 对 尤其对老师一定要举手 对吧 好 那 你们是两个老师 那这样我们要举两只手 那我也要举手 OK 好 因为张老师 因为我在看这件作品之前 但我比较熟悉 比如说 在告媒馆展览 最后的已经出现了 用猴子 来去做这个影域 然后等等这个部分 那之后这次再完整看到 您发展野牛系列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可不可以很冒昧的问 野牛这一系列是您自旷生事吗 就是说 那一方面就又温柔又坚定 然后另外一方面非常爱家庭 是这个 比方说野牛在三岁以前 其实是所有的这个牛一起养小牛 然后让他熟悉之后 然后就会大胆让他往前走 那或者说在迁徙 不断迁徙的过程当中 那找到这个不一样的道路 那在被迫迁徙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随遇而安 我想这很多的这部分 一方面跟你们的性情 非常的吻合 那因为上个礼拜 我刚好在台中的国家科技院 讲这个Dantin Dante的这个升举 因为是700周年的这个纪念 那我就开玩笑 就因为就想到 宏陀老师的这个作品 但当时也要想要预告今天的活动 就提到说 Dantin当时进了黑森林 在一片茫然和恐惧当中 那他遇到了三只 这个野兽 这个都是食肉 这个猛兽 如果当时他遇到美洲野牛 可能是草食性的动物 就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不知道 我刚才回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 这个办案是有很多的机缘在 但是任何艺术家 选择一个主题 难免会投射 他自己本身的trades 那您会不会觉得说 一方面来讲 您也是瀕临别的 瀕临绝种的这个特异功能人士 然后那个 或是说艺术在这个 某个程度 因为作为弱势的主题 需要还是必须要继续被保护 那也更冒昧的在问说 是不是生命走到这个 这个敏南话会说 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的时候 这边也有某种心情 是牢记福利的这个心情 这个是有点真的 非常非常的冒昧 因为您永远这么年轻的这个心情 那甚至说 会不会面对绘画传统的示威 会觉得某个程度也必须要 要再做这样提醒 但是我觉得结果是很棒的 我先讲这个结果 我觉得 现在世界会看起来越virtual的 反而越虚假 又看起来越真实 越虚幻 可是反而越写实的这个部分 那它也会产生 这个更巨大的链接和力量 好以上 这个提问蛮长的 但是希望老师不要介意 不不但不介意 而且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谈的问题深入坦率 直接了当 我觉得这是讨论问题的一种最好的状态 我简单回答一下 第一 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家 根据我这一生的经验 他的作品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画像 你即使不是说是野牛 不是动物 甚至也不是人 但是一定程度上 都是我说自画像的意思是什么呢 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自己 可能不是他的五官 但是可能是他对自己 对社会 对人的对事情的看法 甚至他喜欢某种颜色 那也是他的独特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个独特的东西的话 也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自画像的这部分的话 那么大家就都一样 现在这种趋势 尤其在这种商业社会的限制和这种影响之下吧 这种越来越互相看起来 越来越一致 已经变成一种潮流了 所以呢 我觉得 这我回答你 我承认 就是说 我画的野牛也好 猴子也好 画的甚至鱼也好 都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用四个字来说吧 有感而发 都有感而发 而这个感是哪来的呢 感觉的感 是我生活 我所见到的一切 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我学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是我的有感的基础 我有这种感觉 我把它发出来 发出来以后呢 如果它能够表达我的感觉 那么我不会否定 这是我的自画像 我并不是把野牛画的像我自己 但是我对野牛的这种 我对他的爱 我为什么爱他 我不是 我也不是说我自恋 我爱野牛的原因 也可能我做不到的 但是我希望我能做到 像野牛这样坚韧 这样勇敢 这样 给人们创造这么多的 上千年 甚至上万年 跟原始人 跟我们早期的这些祖先 这么协调的生活 所以 从这点来讲的话 我同意 就是说 总是有自画像的成分 在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觉得 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 这关系到技术问题了 就你要看这次展览 我也挺感谢人海的 人海鼓励我展览这些旧东西 他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我过去画牛的 我跟你说实话 我画的有些牛 我自己画的卷起来 我都忘了 我自己打开的过程中 哎呦 还有这么一张 还有这么一张 还有一部分呢 几张牛呢 是我出来之后 我妈妈替我收起来了 一卷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拿出来 后来 后来是我妈妈过世了 这个我妹妹去收 就整理她的遗物 发现这还有二哥的画呢 她就跟我说 她把照片寄来 我说你可千万替我留着 我说第一 这是妈给我留下来的 第二 这些东西我都快忘了 而且你早期的东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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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成熟 我有几年的时间 我每到春节的时候 我扔一批东西 扔一批我这几年画的东西 其实现在想起来很后悔的 你当时因为不成熟的 现在看起来 还有在宝贵这方面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 你当时以前 相机都没有 这些作品是当时的一个记录 这个 你可以去看这批东西的 其实就是这个早期的 现在眼光平常有 很多都是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 你说我刚刚到美国来 有几个德国人 有几个意大利艺术家 他们的抽象表现主义 基本上是霸占了美国的绘画界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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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说说说说说说成王称霸阶段吧 我自己的倒不是因为他们成王称霸 而是我自己的觉得跟我 在国内喜欢的东西非常一致 我喜欢这种比较大比处的东西 我喜欢颜色比较强烈的东西 所以我画了也画了一些牛 可是我当我画野牛的时候 我其实我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从美学的角度 从美术史的这种方法论的角度 你怎么对待你下一步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我来了美国之后呢 除了这些表现主义的东西 后来有些不少这个这个所谓这个 conceptual art 就是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关键艺术吧 尤其做毛的还有毛之后的一些东西 比较关键性的 那么现在我又看到野牛了 我的感受呢 跟我画前面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有感而发 但是这种感呢 是一种对于野牛的爱 这种爱呢 关系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 关系到我们人和人的关系 因为这里面的这种个人的感情 更加跟你所画的这个内容 更加intimate 更加靠近 我不是没试过 我试过把野牛变形 比喀索是个典型的例子 比喀索一开始画牛就变形 可是呢 牛对比喀索来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媒介 它画牛的时候 它是从牛发展出它的 它的这个立体派的东西 而我画野牛呢 我并没有这种想法 要发展出一个新的 视觉美术的这么一个派别 而更多的我就是有感而发 又把我的这种感觉表达出来 所以我就由我自己 由我自己 我哪怕画 画的野牛 有时候画的不是很像 其实真的是呢 有时候不是很像的 我自己知道 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 这个这个这个 忠实于野牛 但是呢 我也不愿意把它变形 变成一种 大家只觉得 哦 这一张作为画是不错的 但是你对牛本身 是不是表达了你对牛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我更在意对牛的感受 另外我想插一几句 你刚才谈到的就是 奥巴马总统 他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年 就是把牛 把野牛定为美国牛牛 2016 对 我是2018年画的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你这是在美国了 你画一张美国的国牛 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个人私信了 其实呢 其实呢 我觉得你要 我就跟别人讲 我你有手机 你大概拿出手机 你Google一下 奥巴马的出生年元日 奥巴马出生在1963年 我画 我开始画牛的时候 我爸妈好像四岁 他把野牛规定成这个国牛 还差半个多世纪呢 是呀是呀 我也不是开玩笑 我也不是开玩笑 我就想让别人知道 我跟野牛的这个缘分 不是因为跟政治毫无关系 跟我一个作为一个美国艺术家 到美国来 不管对于美国文化 对于美国的政治 什么心理吧 和这个野牛 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而直接的关系是 我对野牛和野牛自我 野牛跟我之间的缘分 和现在我认为 野牛 对我来说 野牛代表的是自然 我不拒绝 有我个人成分在里面 但是它代表自然 我看到野牛在野地里走的时候 我说 方爱记得不记得 仙爱记得不记得 我说 我感觉野牛就是 长在地里一样 因为野牛走 走路特别缓慢 野牛个子不高 力气特别大 身体庞大 但是个子不高 走路缓慢 一直就低着头 在那吃东西 我感觉它就大地的一部分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下 我画野牛的时候呢 我就 我就 我有很多地方非常的写实 但是我可以不 基本上我是不写实的 尤其是这个 这个 这个 roaming 这个 这个系列 野牛roaming roaming到哪去了 我想让它到哪 它到哪去了 这个跟野牛本身 是不是真的去我那地方 没关系的 你我把它放在天安门广场 我把它后背上是 宋徽宗的仙鹤 这个 这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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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这个铁路和公路之间 我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 从这点来讲呢 其实呢 我更多的是 我两个孙女对我的影响 就对他们来讲 我画什么像什么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我根本不考虑 而我画什么 我是不是高兴 这是最主要的 嗯 他们 他们画我可以 我可以把他们画的很多东西 跟后来的 表现主义的抽象 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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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拍的画 把它结合起来 有种 看起来有个因果关系 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 我一个字都不教他们 没有美术史 也没有如何画画的计算问题 他们就那么画了 画得高兴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说 让我 我为了主动权 也留 对不起 跟着我到哪去 为什么呢 让你到哪去 实际上呢 我是表达我的 我的私心 我对私心的看法 但是呢 你要听我的 我安排你到哪去 你就到哪去 这种自由呢 我觉得是艺术家的一个权利 嗯 对 其实我想也需要稍微澄清啊 用欧巴马做引言 那我想我重点还是在谈自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对历史的不理解 或说没有适当的做历史的探索 所以会认为说 这个都是完全横空出世 碰出来的一种需求 我现在会觉得是有很多的 这个非常考虑的 非常的这个政治算计 就到最后 不管欧巴马驱强 这个希望大爷见证他的身世 或是他最后留下的身影 还是会回到美洲土地上的这个期间 或者说到最后 我想我们到最后还是谈的 还是自由的部分 那那当然我觉得 当然现在再去谈 老师的这个 有太多的线索 会让一系列的作品 产生完全开放式的解读 那所以像 比如说甚至老师是做 张老师作为一个穆斯林 对牛的情感绝对会比 其他的动物肯定是深的 那这种对问当然是 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都难免 就像这个我自己今年出的书也是一样 当别人觉得我更像猫之后 很奇怪 我就会觉得好像跟他 特别的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因为我另外一个 这个也算回应也是提问 就是说老师 因为在命名上 谈如果做梦 那这也是会 会变成说 变成一种很当代 这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 那今天再透过这个方星的片子来组织 把不同世代的真实和碎片 再重组之后 让我们对这个平行时空发生的这一切 就特别特别有感 所以还是回到 今天即使包括我今天在跟老师们 还有线上的朋友互动 也是都是有感而发 无感就不需要罪言了 那就保持沉默就可以了 谢谢 老师我这边有收到 两位观众的提问 我稍微念一下题目 第一题是有人想问说 老师自己在看待自己 从前面小雪晶天 就是猴子那个系列 到现在野牛的野牛漫步系列 您是怎么看待 或者是您可不可以再分享多一点 关于自己这个系列过程中 延展过来的创作心路历程这样子 那第二题是有观众问说 为什么老师的作品里面都没有看到人呢 OK 这两题 有毛泽东了 那这个唱话短说 因为这个过程实在太长 我刚来的时候 東心点乐也摊到 就是说我愿意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都忘掉 中国对我来说是噩梦 我到一个自由的土地上 我要做纯粹的艺术 可是89年是我发现 其实我还特别关心中国 我可以守着电视 CNN在这转播的时候 我可以一直不离开 我自己用那个可塞的tape tape的好多好多好多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可能回到画室里面 去搞一个纯粹的 所谓的纯粹的艺术 因为我回想起来 我在中国的生活 我中国死去的这些年轻人 不可能不刺激我 所以我也想做点什么事情 但是最终的 我还是就回到我的作品 就是做一系列 像那个最后的晚餐 针灸图 那个十二个毛 等到95年 那个Bronstein那个展览之后 我在展览会上环顾 我自己的作品一圈 我发现我可以不做了 我没有这种心理障碍 我再做它 我怎么做都可以了 我真的挺一段时间 可是呢 在这段时间呢 我有一张作品 算一个桥梁一样 就是我做了九个毛 我把它当作最后一张 九个毛呢 是用西方美术史上 不同的流派 比卡索呀 像那个 出现表现主义啊 这个 总之吧 九个不同的流派的方法 来画毛 其中呢 也用了毛的语录 还是前一个系列的继续 可是呢 这张画提醒我 就是提示给我一个问题 就是 我把它跟美术史联姻起来了 我想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新的观点 来看待已经发生的 美术史上的事情 这个观点引导出了 山水再治 就是我用反高摩奈赛上 开始画中国古代山水 这个系列呢 跟我的两方面的生活经验有关系 但是更多的是关于美学 等到这个系列 画到了2008年吧 200几年 大概2008年 我幻念有一天 感觉挺难受的 为什么呢 我在画室里画的最后一个系列 是石涛的十张侧页 我把这十张侧页 都用反高的方法 反古的方法画了一遍 画的最后 我知道 这十张 我交给画廊 画廊 100%可以卖掉 那么 那么 我再画就是重复 这种 因为我用别人的 我用一个人的方法 来画另一个人的东西 观念上可以成立 但是你不可能做到跟反高一样 你也不可能做到跟摸奶一样 你这个观念已经出现了 那么 就可以结束了 就可以结束了 不结束 你就是重复 而重复 我觉得 你做一个观念艺术家来说 你重复你自己观念 就是自杀 重复 观念产生了 就已经完成了 杜山本作为最大的观念艺术家 他几乎没有重复过自己的 他的这些个 使他成名于世的 使他名映天下的作品 像他那个小便池的什么 都是美术馆要求他再做的 这个就说太多了 这个就说太多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 Kunst Museum的这个回顾展 和高坤汉的这个大展里面展览了我的 就是很少一部分作品吧 但是这两个展览之后呢 我考虑比较多的就是 我不是我自己 因为 因为我发现 这个 整个美术界都好像离开了 这个艺术的最本质的东西 我 其实我还是去本书馆看 我也去看画廊看 就找不到东西让我 不要说震撼 就是眼睛一亮都不多 我觉得我自己的东西也是这样 我 我看看 我把 尤其是Kunst Museum 把了30年东西都放在一起 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 第一我不能重复 第二 你不重复 你做什么 我也没回答 所以我真的是 有几年都没有 都没有在做新东西 只是把旧作品整理了 把没有完成的系列 把它完成了 像这个达摩系列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过程 在下面呢 我觉得不用我来答 我觉得方先生应该来答 因为就接上 他的18年 我们俩见面之后 他跟着我去跟拍 然后 和后来出现的 这个野牛系列 真的 方先生在这方面 他可以比我说的还轻重 我不是回答了 我不是回答观众的问题了 没有 有有有有 方先生要打吗 没有 我觉得我的看法 可能跟老师不一样 我觉得 我可能在我看来 因为过去世界很容易 让你一直停留 或是一直在想 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我当时在跟拍 跟老师跟拍的时候 就偏封尾那一段话 那一句话引用了随便一个诗人那段话 我一直很喜欢 但那一段话是我在整理素材的时候 最后那一段话 实际上突然有点忘了 平居有古人 学历放声 诺比乌古人 证尘史初 诺比乌古人 证尘史初 诺比乌古人 对我很喜欢这一段话 对所以我觉得 在我跟拍时候 当然这句话 只是我的看法 老师要是有别的看法 可以出来纠正我 我当时是会有觉得说 老师会有一直被以前跑皮说毛 因为像我在做调研的时候 因为大家对老师都是定义为政治播谱艺术家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 我个人会感觉其实已经跳脱出来这一块了 虽然就算我们回顾完所有一切的时候 对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因为我自己对别人给这些头衔我都没兴趣 我觉得我跟政治瀑布没什么关系 但是很容易被 因为我从中国来 有中国的政治背景 我用毛很容易跟国内的政治瀑布放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时间点不一样 我们表现的东西也不一样 甚至表现方法也不一样 而且我跟他们有些人有私人的联络 大部分都根本就不认识一样 就其他的头衔我真的没兴趣 任何一个头衔对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束缚 很容易因为别人的期待就影响到自己接下来 就是confused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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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这边有两题是Semensa想问你的 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差不多到了尾声 各位观众如果还有什么你非常想要知道 然后忍不住就是以后再email给老师的话 你可以赶快现在问出来我们到节目的尾声了 这两题是来自于我们的导播Semensa Semensa想请问老师说 老师如果当初没有到美国 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没有到美国的话 今天可能是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题是我自己想问的 就是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接下来野牛系列会不会继续 然后可能会怎么继续这两题 麻烦老师回答谢谢 先说第一个吧 第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假设题目 其实很难回答是这个假设 但是我很关心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现状也是我思考过 我如果回去怎么办 或者说我没有出来我怎么办 第一我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我会每天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都要想办法出来 如果还出不来的话 那么我会其实我出来之前已经画了不少 比较有社会性的内容的东西 大画也好小画也好一些构思也好 我会继续画这个 因为我喜欢挑战 但是挑战的结果呢 这不能问我 这要问习近平 如果这个张公主做这种 如果张公主做这种作品呢 你会怎么处理它 这我真的真的不得而知 为什么因为中国很复杂 你要有的政治背景 就所谓比如光二代 富二代 那么你的作品 同样的作品 你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你有这种社会关系 还有呢 就是唯一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自己回答的启发了我 他说呢 如果我在国内的话 可能我就想上西西克里买块地 在那种地去了 我说知道也不错 可是呢 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点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感觉寂寞 我会不会还想做作品 做作品的话 如果你只是画个风景 也没什么意思 对刚才还有人提到 卫生不化人 我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提到过 就是我 托尔斯带说的一句话 对我对我影响挺大的 他那个托尔斯带哪年死的是 他晚年已经有照相机了 但是他说 照相机拍的照片最不真实 因为你照相的时候快门 你不管是五十分之一秒也好 一百秒 一百分之一秒 一百秒之一也好 你又是十秒之一的话呢 你是一刹那 你是一刹那的这个人 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作为一个作家 他描写一个人 必须要三度空间 很立体的 但是相机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呢 我觉得你画人 我其实画了很多模特 也画了不少同学朋友 甚至家里人 但是我兴趣不大在哪呢 因为我可以把他们画得很像 但是如果是仅仅画一个人 就表达了我对社会的看法的话 那么这些人 这些人像 这些人我所画的人像 都达不到这个目的 就是我无论如何 我还是想表达的一个比较 比较宏观的看法吧 对于社会 对于历史 对于特别对于中国 我再啰嗦一句 因为时不时的会有人让我谈谈我对中国的看法 我说我其实很有权力来谈 为什么呢 我出生在1943年 新中国成立在1949年 我比新中国老六岁 我比他老六岁 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因此我有这个资格来批评他 这个虽然是有点开玩笑 但是实际情况 这个很难跟年轻一代的讲 因为我从六岁开始 确确实实记住了很多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而当我七十多岁的时候呢 我在回顾 我觉得 我说我有权力来批评他 并没错 可是呢 你要若是 你画一张肖像 甚至于就靠像达芬奇画的孟大利沙 那么高水平的世界唯一的一张肖像 你也看不出达芬奇对于社会的看法 他的画 这张肖像 这没得说的 协助承认 我也承认了 世界最好的肖像之一 但是 我感觉不到他对社会的看法 所以呢 我对肖像呢 是 是那个 怎么样 静而远之 我非常非常尊重 尤其罗马朗的肖像 我觉得没有人画的比他好 我觉得他比斯达芬奇画的还好 但是我有种静而远之 我也做不到 我也不想去做到那个 我想的是表达我自己这一生的 人生经历给我的经验 是不是 我答的就对了 对对对 最后一个是那个 刚好可以做我们今天的尾声 就是野牛系列接下来的发展 哦 这个 因为目前还在进行 目前还在进行 我有很多草图 我也有很多这个材料 像那个石雕 我从那个 看它是运来了 五块六块 我现在其实才做了两块 石雕做起来很慢 那个平面的东西 我也有不少草图都在 所以我有可能继续延续 但是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就很难回答 那就大家好好期待了 OK 那各位主持人 我要非常断舍离的 做一个最后的结尾 就是今天还是非常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起带到线上 带到现在12点40分的时间 也谢谢大家 礼拜六特别早起 没有赖床 跟我们一起带到现在 那如果你现在 现在前往 还有一题 欸 导播突然跑到我面前冲过来 等一下哦 你说 就是从这一段大延的事情 在讲这问题 在什么意思 欸 好 欸 那个有一个问题 待会我会丢来 丢过来给我 看来我得再缓一下啊 那 好 还是提丢来我的视窗之前呢 还是再跟大家小小广告一下 目前画面上正在放的 如果也牛做梦 张宏竹各展 他正在台北市的梗画廊 在香港内湖区搭捷运的话 搭到西湖站 他会一直进行到 明年的1月22号 那如果还有人 没有来看的话呢 记得要 欢迎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好 我说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 是想请问老师 从作品里头的政治 社会政治到环境 您的创作以及心态 是如何转变的 我觉得其实已经答过了 你比如毛系列是比较政治性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心理治疗 我觉得这个疗传结束了 所以呢 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 又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自然非常非常简单 就完全是一个 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忘了九几年了 我回中国去 在深圳附近 在香港和深圳那一带 我经过一个地方叫东莞 那有一条 那个是珠江的支流 文化革命的时候呢 我曾经沿着北江走过一段 珠江也是支流 在里面游泳 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九几年一次去的时候 我跟太太妙龄 我们坐在公共汽车里面 还没有到那了 就闻着水的臭味 然后路过的时候 水的颜色 水的颜色根本不是绿的 不是蓝的 是酱油色 那次让我特别震惊 因为我知道很多 关于人对自然的破坏啊 关于人的过渡开发等等 但是等你亲自看到的 还是不一样 感触特别深 所以呢 我还是中间有个过渡 就是我还是在治中国山水 但是已经没有梵高莫奈塞上的方法了 而是用任意方法去在治宋代马远的十二张水图 还是中国山水的一部分 但是十二张水图 就把他的十二张水图 我保持着他的这个水浪的这个 就特别漂亮的这个水纹 包括他的蹄字 但是我在上面加了一层 是现在的水 是污染的水 已经被破坏掉的这种自然状态 就让人们在同时能够看两层 两个layer的东西 就是去强迫人们 能够强迫人们去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所看到的水 跟当年的水是不一样的 这个系列开始了 我对自然的这种关怀 然后中间看很多电影 又跑很多地方 也画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其实真的画到引流 那已经是最近的事情了 就是这整个其实这整个座谈 然后包含 我想我想还是最后还是给个回馈 好了就是 从我是今年刚刚有提到 大概是四五月左右 开始跟宏图老师接触的 然后那时候先从 看芳心的纪录片开始 然后到现在把展览 跟宏图老师一起做出来 老实说 其实我刚刚前面 可能有稍微一点带到就是 我觉得老师 你从作品里面 开始做自我揭露也好 然后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也好 然后到 虽然你说是因为芳心 然后这个人 他作为导演 作为艺术家 他的整个 他的整个能量 让你觉得你愿意给他拍摄也好 但是其实就像你说的 你几乎已经不用再用视觉艺术 再去说你 刚刚曾经你觉得必须要说 必须要突破的那些关口了 现在你可以在这个座谈上面 乃至于透过纪录片 这种这么真实 这么 刚刚有提到说 平面摄影它是一瞬间 可是纪录片 严严实实的 它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纪录 你完全可以接受自己 如此被忠实的呈现在那里 然后也有一个人 对 对 你如果加上观众 在screening 然后我们现在又talk 就是 我们整个这个 连这个座谈都是一个 就像野牛 做梦这样 怎么已经超级跨场域了 跨时间了 然后未来再看这个视频的人 他也是 回到现在这个当下 在跟我们讨论这一切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 非常满意 然后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这边 做这件事情的 真的最后还是谢谢大家 一起在这边加入我们 谢谢三位语堂仁 谢谢宏图老师 谢谢方欣 谢谢佩妮老师 今天特别抽空 然后来到这边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以及想法 那我想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可能都有点肚子饿了 那我们就在这边 跟观众们一起说个拜拜咯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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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每一位 谢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大家